地道的章鱼小丸子 上面会洒着像木头蟹一样的东西 这就是日料里最低调的明星 木鱼花 不是木鱼花 是木鱼花 这东西看起来像一根没人要的破木头棍子 但人家曾经可是人见人爱的小鲜肉 鲜鱼 这货用一个词来形容 撕毁 鲜鱼最喜欢认别的大鱼做大哥 金沙大哥 让我做您最忠诚的小弟吧 您最喜欢吃小鱼了 看这里这么多小鱼 但其中总是有那些看起来就不太好吃的大鱼捣乱 不如让我来帮您吃掉它们 这小伙懂事啊 当然天天跟着金沙大哥 也没有谁敢惹他 你瞅啥 大哥你看他瞅我 我没有 我就是想问问二位 游泳尖身了解一下吗 鲜鱼经过复杂的处理 成了一根破木头棍子 吃的时候要用专用的工具爆木鱼花 但木鱼花简直就是把鲜鱼的鲜美融于一身 只需要一碗热米饭 放上一点木鱼花 点上一点海鲜酱油 这就是香喷喷的毛饭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